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谁的损失最大的 在印度当地现在疫情是恶化了 在新冠肺炎方面 同一个时间点多个城市 有着蝗虫大军入侵 但是他们又忙着跟日本举行联合军演 到底怎么解读这印度之心呢 要好好解读它是我们的身体 有没有听过最温柔的慢性病是什么 到底是什么习惯 会在不知不觉间偷走了我们的健康呢 今天要好好聊一聊 待会儿大家可能会吓一跳 可能自己目前就有这个习惯了 还有今天要注重健康 这凤凰卫视跟京东众筹联手 推出的公益助农节目 大家来帮忙 今天这个产品您真的不能错过 没错 现在开始邀请大家加入节目话题 欢迎我们有话一讲 话说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 其实说的就是7月1号深夜 这新浪微博管理员发布了一条消息 为什么他们这个消息 让大家特别的关注呢 因为一开头呢就提到印度驻华大使馆有个要求 这要求是什么 要求是要移除印度总理莫迪账号的申请 当然引起了网友的关注 就来了解 可以看到这个原本莫迪他的微博呢 大家仔细去算一下 哦 是有115条 但是已经全部被清空了 那么他原本用了枫叶啊 他的头像也不见了 这账号就被注销了 根据印度媒体呢 自己的报道说 印度方面啊 此前是手动删除了115条微博中的113条 而根据了解呢 莫迪是在2015年的时候加入微博 我记得当时我们节目也做了一个关心啊 开通时首条微博还写着 你好中国 我期待通过微博与中国朋友互动 3号前他的微博曾拥有24.4万粉丝 而尽管莫迪退出微博 印度驻中国大使馆的官方微博 到现在还是有的 实际上这印度总理莫迪 他愿意舍弃自己的20多万粉丝退出微博 和印度政府最近有一项 关于中国的禁令是有关联的 6月29号 印度政府就宣布禁止59款的 中国手机应用程式 当中就包括莫迪所使用的微博了 印度电子信息技术部29号宣布 出于安全考虑将禁止59款中国应用程序 包括抖音 微信 微博和百度地图等 印度政府认为 这些应用程序从事的活动 有损印度的主权 国家安全和公共秩序 在禁令发出后 抖音就已经主动从印度应用商店中下架 并主动禁止了印度用户的访问 随后当地时间6月30号晚些时候 印度电信部给运营商们正式下达了指令 要求关闭这些应用程序在印度的访问权限 实际上近段时间以来 印度针对中国企业和中国制造的限制举动 还有不少 印度媒体28号称 印度将检查所有从中国购买的电力设备 以确认其中是否存在恶意软件或木马病毒 同时根据美媒报道 印度手机与电子产品协会上周就向印度官方投诉 他们从中国进口的所有电子产品都在印度港口遭到了检查 而面对印度官方要禁用中国应用的举措 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也在6月30号做出了回应 中国政府一贯要求中国企业在遵守国际规则和当地法律法规的基础上 开展对外合作 印度政府有责任根据市场原则 维护包括中国企业在内的国际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中印两国在务实领域的合作是互利共赢的 这种合作国局受到人为损害 实际上并不符合印方自己的利益 那对等一下我们稍后也要算一下 这个并不符合印方自己的利益 因为我们还要从市场的层面去算一笔账 稍后也会看 不过庚先生他注意到 就是说这是外国政府到目前为止 对我们中国网络手机应用的平台上面 大家会看起来比较严肃 比较严厉的一次 大家会不懂为什么他们这个时候要这么做 而且当真如印度所说 是为了他们有一个安全 甚至他可能注意到 之前还有消息就说 因为印度很多的网友在应用的时候 印度的官方担心说被移作色情使用 这是他们自己内部使用的方式 但现在已经扩大成有59个 您知开 我觉得这个还是一种 更多的还是一种姿态了 就是说 摆一个姿态 因为我估计 你说印度有没有 比如说也有的朋友在解读 说这个是不是和美国 威尔联盟那边 因为他们好像都在对中国这种 通过这样的一个信息 一个大的数据 网络什么这些 包括咱们手机玩这些东西 都包括 他就认为这个东西 包括说5G 那就更高大上一点 就是说 好像对于这个信息的保密 这个保险度会受伤害 你说印度有没有这种顾虑 它肯定有 因为它跟中国政治关系并不蠢 最近军事上有点 有点别扭 在边界又闹别扭 但是我觉得 第一就是 中国是印度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这个就是说 这跟美国差不多 就是说 但是中国很明显 跟印度的互补心更强 这次边界闹事之后 印度的商界就提出来 说不要跟中国老提 什么贸易战的事 那意思不行 我就制裁 因为实话说 我是搞经济 我比较了解 中印的经贸关系里边 中国比较占便宜 因为这个盛查大 所以这也是印度 不愿意参加这个ISF 就是这个石家六 本来说今年说 想给他弹下来 但印度他就是 他说我不去 他说我去了之后 我吃亏 因为中国往我这儿进口 比如咱们现在有 这一年 去年达到了1000亿美元的 这个金贸款 这个数据还可以了 你跟咱们跟俄国 也就是这个数 那么他如果这个数 但是70%是 咱们对他的出口 他到中国来的 只有百分之二十几 百分之三十 也就是这样子 这个比例里边 那很明显 印度就会 有时候就会制裁中国 就会反倾销 什么之类的 那中国也就稍微忍一忍 本来就是说 卖人东西 人家稍微压点压点 加点光学 就加点 反正大家都兄弟 无所谓 不是那么太大 这种事情从来都是好谈谈的 但是这一次 我觉得呢 领土这个事一闹 容易伤害 你看不就是说 他那个 就印度人物 就摔中国的东西 但是由于中国的产品 物美价廉 这个性价比 你没法比 你跟美国 跟别的国家 你根本 没法弥补 就没有替代性 中国这个产品 而且中国有百分之四十 就是百分之四十左右 对它出口的 是比较高附加价值的 比如说电子的 这些仪器产品 包括医疗方面 医疗这方面呢 又是印度是制药大国 所以这个两边呢 有非常大的互补性 没错 我估计这个真做还是有 还是做不太好 对 我就说 在外部呢 无限 在外部呢 可能会有一些 比较政治性的想象的时候 其实我们不如 更实际去看 印度的网民 一下子没这些手机 城市用的话 怎么办 我今天听到好多哭声 就是来自于 印度朋友的哭声 你知道吗 因为年轻的朋友 他说 奇怪我今天要刷手机 要看看抖音的时候 没办法 这网友还拍了一段视频 来表达自己心中 告别抖音的不舍 来看一下 你看我们看到的 刚刚只是一个个案 更多的在我背后 你看他这个六连拍 真的是崩溃大哭了 他说TikTok被禁止了 英国政府的怎么办 还给他们 这些是印度当地现在的 心情感受 你知道吗 我有一个数据 我替他们也不舍 印度人平均每天花费 38分钟刷抖音 小视频一直刷刷刷 那2019年TikTok 就是外国版的抖音呢 大概花费时间 总共多达55亿个小时 所以听到这抖音被封锁 我觉得这六个小表情 还好而已啦 对不对 口尔姐 其实我还看到不少 因为其实他们之前呢 有传媒观察过 就是印度的网民们 他们怎么使用抖音 TikTok 有很多是展现舞蹈 然后也去做美颜 各色的 各色的PK很多 所以你看 就大家就会问 对于印度的朋友来说 我们现在是朋友 我们还是呼唤一下 印度的朋友来说 中业永远是朋友 我告诉你 用不了TikTok 真的这么伤心吗 我们来用数字说话 在印度 一个拥有50万粉丝的 TikTok账户 每个月能赚多少 能赚到大约 450块钱美元的收入 这对印度一般 很多朋友来说 已经相当高了 对不对 那如果封上了这个Apps 等于相当直接 关上了网红行业的 这个大门 除此之外 TikTok还和印度 国家技能开发公司 展开过合作呢 向印度的网民 提供技能和职业的 相关培训 也雇用了2000多名的 印度本土职员 那么这一次被封的 许多的中国的 应用城市都是如此 他们在印度尝试 本土运营的时候 也为当地提供了 很多高质量的就业岗位 而封杀波及到最先的 最先受到冲击的 当然是印度自己了 因为印度现在因为疫情 已经高达23.48%的失业率 这不知道会不会再度攀升 况且这次被封的 有59个Apps 除了短视频平台 还包含了网页浏览器 社交软件 手游等等的各种功能 他们在印度一共拥有活跃用户 超过了5亿超过5亿超过5亿人次 那绝大多数这些Apps 绝大多数的这个印度 智能手机的用户 当然都受到了影响 那么印度呢 这次看似破釜沉舟的决心 对中国的互联网企业 又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那么有的 印度网友就表示 中国只是个生产大国 但印度却是最大的市场 首先印度是最大市场的这句话 不知道大家怎么思考 但我们来看2019年 印度的互联网用户突破6个亿的人口 让大批互联网企业 把印度视为走向国际的第一站 那么继续拿Titok举例 Titok在印度每月 有超过2亿的活跃用户 当之无愧的是 跳动 字节跳动的最大海外市场 但是这个最大的海外市场 能有多大的杀伤力 另当别论 因为在去年2019年 印度也曾经短暂封杀过Titok 而当时字节跳动给出的数据是 那次封杀造成了每天50万美元的损失 而相比字节跳动2019年的总营收 171美元 就算印度封杀了Titok一整年 也只是损失了总营收的1%点多 毕竟中国互联网公司的大本营 还是在中国 不过即使没有商的元气 这一纸禁令也给互联网大厂敲响了警钟 印度政策多变 如何在损失上不严重的时候 找到新的增量市场 也会成为商家盘算的当务之急 谢谢Cole姐 庚先生我们怎么看 你看印度这一次 这个封杀的举动 会是一个短时间的吗 还是说长线的呢 另外这对中印之间 未来会有什么样子的影响 这个中印呢 咱们大致得有个基本概念 现在中印之间的这个 特别是去年前年 2018年 这个中印两国元首在武汉会议面 对吧 就一对一 谈得很好 而且最近呢 中印呢 有很多的积极的东西 你比如说在国际场合 在G20也好 金砖上河组织 那印度也进来了 一系列的事情 比如说包括 比如中印俄 这不是前几天 刚刚也见面 大家都在谈 有很多的这些国际合作 各个方面的这些 大的方面看 大的格局上 而且中印两国呢 离得那么近 是邻居 而且呢 又那么互补 又是 真的就是最像的兄弟 可以说是 两个发展中大国 两个人口大国 两个正在高速发展 高速成长的 中国医院现在是第二 世界第二的总量 它差不多第五 第六 第五左右的这个总量 这你想 虽然它还是叫弱 弱 相当弱很多了 不是弱一点 它弱的相当多 但是呢 咱们差不多就是 咱们的领导 咱们比如说13 14亿美元 14万亿美元的这个年约 它觉得就是三万多亿 就是三万亿 左右三万多亿 也就是这个感觉 在这样的情况的比较当中 当然总体的比较 还是实际上有差 但是我是想说 就是中国企业大概有 是吧 就是真是 有一千多家的企业 在那投资 而且那个投资量也不少 它对咱们投资呢 少多了 但是也还可以 双方之间的这种 而且对话机制 也有40个左右的对话机制 各种各样的事情 其实都我觉得 还是有协调的空间 并不一定那么严重 尽管军事问题 咱们后边说 但是在现在 遇到这种情况的大家 我觉得还是尽量平常心 淡化矛盾 争取取得一些共识 真的 而且印度的政府 也听一听年轻人的声音 把你说6亿的网络用户 5亿的人口 用这些应用程式 所以你要民主投票的话 这都是问题 跟选票有关系 跟先生我告诉你 还有一件事情 他们要抒压 因为偶尔又用抖音 因为现在在印度当地 内政民生麻烦不小 有时候要抒压的 这新冠肺炎的病例 一直往上飙 而且另外有蝗虫大军 又空袭多个城市 冲击恐怕很难预料 待会来继续分析了 好 继续 大家有话一起讲 因为我们提到了这个印度 其实它最近 还是有一些动作 引起咱们中国网友的关注 我们得把这个情势 好好来会整来看一下 因为最近印度到底忙什么 特别在军事上 有一些风吹草动 你要谨慎看待 那么北京新媒体中心 也做了信息会整 要一次掌握 时间我们交给 在北京的珍如 好的 来看根据 印度斯坦时报 6月29号的报道 印度和日本海军宣布 两国军舰于6月27号 在印度洋进行了联合演习 这次演习的规模很小 日本和印度各自派出了 两艘巡逻舰 进行了船际通讯和编队航行 等十分简单的海上科目的演训 这也是双方自2017年以来 第15次开展类似的演练 既然不是秀肌肉 那就是秀恩爱咯 这一次呢 日本还自称说 此次演练的基本目的 是促进印日双方的理解 印度海军中将普拉迪 普乔汉直接表示 演习并不是为了战争目的 而是为了释放信号 释放什么信号呢 有评论认为 从军事的角度上来说 整体装备水平处于 上个世纪末期技术状态的 印度海军 和强调防空反导能力的 日本海上自卫队的联合演练 并不能够满足印度 想要将印度变成 印度的洋的自嗨 也就更无法威慑中国 但是有一点不容忽视 按照国内学者的测算 到2025年中国的石油需求 将占到全球总需求的40% 在能源通道上 对于马六甲海峡的依赖程度 会有所上升 而印度海军对于流通了 世界上三分之一的大宗商品 和三分之二的海运石油的 印度洋 拥有着无可比拟的控制能力 而这种控制能力 随着同日本海上自卫队 防务合作的不断加深 还将继续强化 有分析认为 印度和日本联合演习 除了拉近日印关系 其实更看重的 日本能够直接和美国说上话 以便中印之间一旦擦枪走火 美国和日本能够迅速地支持印度 当然了 也有评论认为 此番印度搞的这些动作 无疑是想借着中印边境冲突 来转移国内视线 毕竟新冠疫情加上超级蝗灾 最近印度简直是倒霉到家了 只能通过这些小动作 来转移国内矛盾 但不论如何 印度政府最近已经陆续 向俄罗斯 法国 美国 以及以色列 表达了希望采购武器系统尽快交付给印度 法国已经承诺 7月将交付更多的阵风战机交给印度 除了此前谈好的4架 还会提供一架加油机 同时印度也向美国增加了采购 适合高山地区使用的M777榴弹炮 以及M982神剑导引炮弹等精准打击武器 以对应中印边境的需要 近日访问俄罗斯的印度国防部部长拉杰纳特辛格 再三发出催促 要求俄方尽快交付之前印度订购的武器 但是根据俄罗斯军方的红星电视台透露 俄方并不打算向印度提供所需要的武器 主要是因为涉及到政治问题 而至于中印关系的走向 中印两军在6月30号举行了第三轮军长级会谈 根据外交部的消息 双方继续推动落实前两轮军长级会谈达成的共识 就一线部队采取有效措施脱离接触 缓解边境局势取得积极进展 希望印方同中方相向而行 以实际行动落实好双方达成的共识 继续通过军事和外交渠道保持密切的沟通 共同推动边境地区的局势缓和降温 好的 更多讨论交还给香港 好 我们谢谢珍如在北极新媒体中心 带我们来做了一个掌握和了解 对 我们看到确实军事上面 印度频频创造一些话题 我们要这样讲 但我们要注意有一个气氛 就中印之间是还在谈的这一块 这块是还在谈的 那所以呢 最近已经这么忙了 我们稍后还会说 因为他民生其实还有重大的考验 但是在军事动作上的这些铺排 跟现在应该叫人怎么理解好呢 说实话 咱们刚才也在聊 就是说中印在军事上最近有危险 我这个感觉是这样 我的质感是这样 拉一个警报的感觉 我跟你说 62年那次闹的时候 那当然那时候我还很小 刚上小学你想 但是呢 我为什么我对这个事很感兴趣呢 就是我等于是小男孩 刚刚上小学 那个时候你想 七八岁那个时候 我就听到 正好我们有个邻居 那个家里边一个大哥哥 他是当兵 就是到中印边境 回来我就是听他讲 那个在那边战场那个事 那场仗呢 印度打得是非常的惨 他就简直不堪一击 那感觉 来的时候是气势汹汹 骑势汹汹 简直不得了 而当时中国这边呢 一直就不想打 因为当时你看 跟苏联刚刚闹别扭 而印度的背后是苏联 就那个时候 跟美国关系极为不好 台湾两岸 哪儿都是问题 而且又有自然灾害 你看这各种各样的压力非常大 不想跟印度在这时候再惹一个 而且那时候跟印度正是合作 非常重要的合作伙伴 结果印度就 就有点 就有点看你软 我就往前走 看你软 我就往前走 中国军队不断退 他就往前 但是 最后没办法 只要打了一次 打了一次 但是打完之后呢 他是软硬不吃那感觉 你给他软的 他不听了 你打完之后 他也不进去教训 他还老跟你磨蹭 你这次又是闹这个事 我觉得呢 印度现在 因为他要选举 有各种因素的压力 政治上各方面的压力 而且有外部的支持 有各种因素 我觉得印度很有可能 在军事上再往前走一步 完全有这种可能 所以中国不可掉以轻心 不要以为说 现在我们双方的 这合作的那个利益那么大 这个有很多事情 不是那么 领土这东西一上来了 这最落后 最原始 最那个不好的 这种负面的这个能量 一注入他脑子里边之后 他什么事都可能做出来 这是第一 但是反过来 也可能会能限制住 因为从这次 那个中印的那个冲突来看 两个和大国 用冷兵器这么互相打 就证明双方之间 双方都有分寸 都有约束 所以这一点也要注意到 也有这种约束的可能 接下来我们就要看 印度其实要顾顾 当地民众的一些生计民生了 怎么说呢 因为包括了蝗虫来袭 怎么说 最近捣乱之情况 27号就大量的蝗虫入侵了印度 在邻近的首都新德里的卫星城 古鲁格拉姆 还有古尔冈等多个城市 你就看到这样子 密密麻麻的蝗虫 行政部门 管理部门都发出警告 拜托大家关好门窗 新德里也进入了高度警戒状态 在古鲁格拉姆的室内 密密麻麻的蝗虫群 就穿越了住宅 街道 还有巷弄 可以说是就算在白天也看不到日落 怎么讲啊 就是看不到太阳啦 你看我这样看隔着萤幕我都怕 对不对 你看扣姐都鸡皮疙瘩了 最近在这古鲁格拉姆的德里国际机场 要求飞行员在骑降时 要对蝗虫群特别留意 同一个时间点 印度新冠肺炎的疫情不断的恶化当中 7月2号根据这印度的卫生部公布的数据显示 印度已经是确诊病例突破60万了 统计还说6月份是印度疫情 最严峻的一个月 光是30天就累计了新增40万例的确诊个案 单是累计确诊病例而言 印度现在是仅次于美国巴西 和俄罗斯的全球第四大 受到影响的严重国家 这么严重的疫情 也重创了印度当地的经济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4月份曾经预测了 印度2020年的经济增速为1.9% 在6月份下调到负4.5% 是所有的国家当中 印度增长预期被下调最多的 那么多的因素都叠加在一起了 印度现在 是 你看 所以综合我们这个印度话题聊到现在 你看其实我们的网友这个反应呢 也是在这一块 你看路易斯说 这个莫迪政府本来想用边境摩擦 来把国内民众对政府抗疫和抗蝗灾的 这个不满啊 转移到中印边境之政上来 那时间关系 因为很多留言很认真很长 但我把前面的人念一点 那么李天一这也是说 印度这样做的都是转移国内种种矛盾 最为这个蒙着眼睛 就是能够战胜一切矛盾 这个呢 意思就是说 网友们在我们的这边留言都说 看到感觉都是转移焦点 但是你看我们回看到他们的疫情 回看到他们面临这个粮食危机 因为他现在耕作他们说算是刚刚开始 但是很担心如果继续下去 还真的会给作物经济造成损失 这个印度他还有个问题 就是他 因为他现在本身的实力并不强 他是发展中国家大国当中可能相对比较弱 他体量大 人多 但是他的总体的实力还是比较弱 他这个实力在他的治理能力上反映的也比较突出 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比如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 就你注意到没有 印度一旦发生一个什么踩踏事故 什么这种类似这种事故 他就死人很多 大家都觉得过去呢 我们中国可能会有这个 因为过去我们中国这个 在这个治理能力方面 现在呢 中国这方面有事故 也大家感觉到好像 比过去就好很多了 就是越来越在治理上的能力在增强 而印度在这点 遇到困难大家各国都有 中国也会有 各国美国现在这个疫情 比他人还多一倍的患者 但是呢 印度的情况在哪呢 就是他本身原来抵抗这些灾难 抵抗天然人和能力就比较弱 然后出来之后 治理能力对应能力再差一点 然后再动这种心思 什么转移矛盾 我告诉他四个字 独善其身 穷则独善其身 不要穷还要招惹是非 这是对印度最好的一个奉劝 好 我们也关注到这里 再次稍多休息 喘口气 下节回来 全媒体大开讲 与您继续有话一起讲 好 这个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我们常说 我常说亲爱的好 也是因为口语习惯 实在是其实我们也很爱护 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 那不论是 在节目中或者是私底下 大家有 特别在这个疫情中过程呢 其实有的时候 我们在节目 我们在节目上真的要做一个关心的话题 因为可能在这段疫情的时间 大部分的朋友们可能发现在家里的时间 变得比以往多很多 然后甚至呢 好不容易复工之后呢 回到工作上拼业绩等等呢 做的时间也变多 有一些话题呢 在很多的时事 大家都讨论的这种焦点的时候 会被淹没 但没想到其实在我们身边这些话题 恰恰对我们是最重要的 我们就讲到做这件事情 做这我们一开头 是不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们的预告 就说他说被视作是一种最温柔的慢性病 但是他可能却在我们不知不觉当中 偷走了我们的健康 就是做这件事情 做不做 做多久 真是个大问题 我们先来看 近些年来 关于酒座的研究越来越多 无意不再提醒着我们酒座的重大危害 有研究就显示 人们每天醒来 有60%以上的时间是坐着度过的 而其中的一半时间是持续坐着 不知不觉中 我们也开始成为了酒座族中的资深一员 那么酒座究竟有多可怕呢 举个例子 大家都知道吸烟伤身体 但很多人似乎还没意识到 酒座的危害并不亚于吸烟 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的一项研究就发现 酒座一小时的危害 约等于抽两根烟 减受22分钟 而此前 世界卫生组织也早已将酒座 列为了十大致死致病元凶之一 统计显示 全球每年有200多万人因为酒座死亡 预计到2020年 全球将有70%的疾病由酒座引起 而美国的一份最新的研究报告也显示 酒座不动的人 比起最活跃的人死于癌症的风险 要高出82% 那么酒座是如何伤害我们的身体呢 研究就发现 酒座会导致血液循环减慢 心脏机能衰退 进而引起心肌萎缩 动脉硬化 高血压等心血管疾病 同时 酒座也不利于胃肠蠕动 时间长了会出现食欲不振 消化不良等问题 不仅如此 酒座还会导致大脑供血不足 脑子反应变慢 机性变差 此外 酒座的人因为气血运行不畅 还会出现肌肉松弛无力 免疫力低下等一系列健康问题 说了这么多 大家是不是吓得赶紧站起来了呢 起立 不要坐着 这个看众 就要动一下了 刚好还有移动 我这个是 我们节目时间这么长 就要站起来动一动 坐耳不乱 不是坐怀不乱 坐耳不乱 这个坐这个 我跟你说 其实它这个 大家这么说 现在大家 一说什么 就说起什么 就容易极端 其实我认为呢 这过去啊 人家德国人讲过一句话 说这个欲望 都是改变现状的一种愿望 就什么呢 你坐的时间长了 就想站起来 就想站起来 注意啊 想就是欲望 就是我站起来就成了欲望 我站的时间长了 我想找个地方坐下 你明白这意思吗 就跟那围城现象 说那城外的人想进去 现在咱们这个封城 就是这个感觉啊 这个深圳这么一封 深圳的人想过来 这边的人想过去 你看这不就是一种 就是欲望 就想动 动的方向也是一种 就是长期的一种 一个现象的改变 一个状态的改变 我真佩服根老师 这个健康话题 被您说的实在是 高大上到哲学的层面 就在哲学层面 我这个讲的意思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大家 不要以为坐着就多不好 对了 我估计大家 你不去去调查 说什么坐着是慢性自杀 这是为了鼓励大家 站起来心 去活动 去运动 是对的 但是整天在那儿 这个体力劳动的人 肯定没有坐着那个 当知识分子的人活得长 一般来说是这样 对不对 这肯定的 你看那些大学教授 天天做那些文章 可是他活到八九十岁的人 有的是 对不对 你看运动员 反而他容易 到六七十岁升级就完了 他有这个情况 但是我就说 这个东西都要适当 就适度 折中 对 折中适度 跟你自己情况 都不要过分 凡事都要适度 都要适度 这是最重要 好 没错 观众朋友 我就想到 赤壁这部电影 林志玲那时候一句话 真的是印证 他就说 你猛猛 站起来 真的要站起来 因为久坐 真的是会有点危害 当然跟先生讲说 就是说 不是说你完全就一定要站着 有时候可能也会伤脊椎 但有哪一些方式 作者会伤害你的脊椎呢 等一下导演 你可能要拉脑紧一点 因为我要给大家看 有一些姿势看起来很舒服 但是坐长人就伤害很大 比如说翘二狼腿 你看 就这样翘 有没有 翘一翘 当下舒缓 每次等飞机玩手机这样做 好舒服 但是脊椎这样一转 很容易就脊椎旋转 引发这个脊椎侧弯 那盘腿座 有一些人喜欢说 瑜伽pose这样盘一盘 感觉也可以拉一些胯下 但是呢 关节损伤跟腰部紧张 也不行不行 那除此之外 很多人下班之后 喜欢在那边葛优糖 我现在没有办法葛优糖 但是这个是真的蛮舒服 我在家里尝这样子的 很容易 很容易你知道这样 庚先生你不要再躺了 因为呢 这个是脊椎会有一点点拉伤 有时候会这个颈椎突出啊 椎间盘突出啊 还有脊椎肌型 这个不太好啦 那还不如完全平躺 有时候躺在地板 感觉可能会稍微舒服一点点 久坐的时候 调整正确的姿势 会有利于身体健康 让我们的背部尽量的挺直 而臀部是最好是完全像 比如说我现在有这张椅子 对不对 你的臀部就这样往后靠 然后你的椅背 这样完全结合你的脊椎 有一个靠住的 那你在使用键盘鼠标的时候 尽量保持手腕的平直 还有肩部放松 那同一个时间点 持续坐着的时间 最好不要超过30分钟 比如说我们去喝一杯水啊 走动一下啊 又或者是去跟家里的狗玩一下啊 或在原地这样拉拉筋 中间的休息 就像庚先生讲的 就是我们要适度 避免酒做的危害 那我们想的世界卫生组织啊 他们呢 现在也对很多文明病做了探讨 所以呢 当他们世卫报告当中去写出了一些数据 做一些调研 其实无非都是好心去做一个提醒 那我们来看看今天公众号的朋友啊 松松2019 他的留言可能会让我们猜到他做什么啊 他说 这样就快编好了 终于不用天天做了 那以为两个星期可以好 这就是等之类 感觉他好像是做会计吗 是不是 然后再来呢 做的工作 对 Phil就说呢 这自律运动很重要啊 特别拉伸啊 锻炼什么核心力量的啊 金刚菩提 很认真啊 他说久坐之后 或许会导致症疮 不好意思啊 还有肥胖的症状 很重要 特别是腰腹部肥胖 不太好剪的这一块 刚先生听到了没有 还有心脏啦 一系列的这个疾病 长时间坐着玩手机 也会伤颈部等等之类的 所以他说怎么办呢 这个呢 应该是放下手机 观看凤凰卫视的精彩节目咯 好了谢谢你了 我也得把头也抬起来 我跟你说啊 所谓刚才这个 想以说那种 特别的 那个正规的那个坐姿啊 那个坐姿 和军人那时候训练的各种的 各国军人都训练的那个站姿 是一样的 坐如 坐像 坐如什么 坐如泰山 立如松 站着要像一棵松树一样 那么挺 坐如钟 就是那个 看那个钟表 那个钟 坐如钟 然后呢 这个时候呢 要注意 我认为啊 所有东西都是一个字 就是要动 没错啊 不要老是那一个姿势 你就是再如钟也好 是如松也好 你整天挺着撒钟头 这人呀 也把腰给累坏了 没错 你就是经常活动着一点 看手机 看咱们凤凰节目有什么好处 你看咱们这个节目 咱们这儿 咱们三个人这么聊天的时候 咱们三个人也在不断动 大家看节目正在吃饭 大家也在一边聊天 一边看一点 然后呢 这是这样 那样 有一点动作 就是改变一下姿势 我觉得可能是健康 真的 看我们节目的人多开心啊 我们是你们的健康宝贝 对吧 同样在日常生活中 玩手机占据我们很长的时间 那往往我们玩手机的时间 正确姿势一定要做好 不然很容易 就是脖子会这样受伤 有一个比喻说 如果当一个人开始低头的时候 像是这样子 你在看手机的时候 很容易瞬间会变成一个 头顶东西的杂技演员 这脖子会很有压力 专家讲 当我们低头 不过30度的时候 这脖子恐怕就是像这样 有没有 就承受了30公斤的一个重量 接下来呢 有没有轻松的方式 教你玩手机 当然有啦 不是要你一直玩手机 但是以后你学一下 第一招就是奥特曼式 就比如说这样 有没有 但怎么有感觉有点傲娇啊 就你这样看的时候 你比较平视 同时我觉得是有一点感觉到 有点像奥特曼这样子的感受 那你就先来一个 左右这样子拿手机 然后你这样看的时候 你就这样平视的话 你就稍微的比较不会不舒服 那另外一方面 第二个是读舒适 动作的要点就是 手肘你就放在桌上 那你就把这个脖子 要稍微的放松 那双手把手机举到眼睛的高度 就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那如果妈妈叫你吃饭的时候 手机最好放下 不然你会被打巴掌 有些妈妈很凶哦 最后一招也就是 最适合懒癌晚期的患者方式 直接上手机支架 我们现在评论员很多 都有那个手机支架这样放着 但你需要的就是注意到 我们刚刚教你的 一样是平视 这样避免你的脖子这样弯腰 动到扭到 那可就不好了 大家都学会了吗 最好还是看我们节目就好了 OK 这个我觉得说的都对 还是刚才我说的 你看手机干什么都是 不要一个姿势时间太长 你就一直这样人看着 跟那个好家伙 跟阅读宪法 感觉被严肃抓去关 你那么严肃的 但是待的时间长了 别人就会说 跟你那样累不累啊 对我们最早问更新这个 其实蛮累的 这个累就是一种不健康的现象 不是更新如果在地铁上 这么看很尴尬 然后觉得我们在干嘛 很自然的 也符合你那看的内容 对不对啊 你比如说你看像想以看 女朋友来的这个信的时候 要稍微的深情一点 你这么看就干什么 那就是看什么 那好看总统来信的 不是您这样看我们在后面 如果今天再做事 那在后面看一下 因为都完全都看到 对啊 就是说所以这个 这个要有一个 就是大家还是适度 自然可能就是健康 反正你自己找 对啊 这个不要强求一种 每个人也不一样 你以为人像Coker这样的 人家天生就跟模特人 人家女孩都是这样 全都是那儿 对不起 像我们这种呢 中老年男人呢 就稍微自然一点 然后哈了点腰 主胳拐棍什么的 也没关系 对吧 你想想以你们这种帅哥啊 就得要稍微挺一点 别那个挺 觉得好像那个 特别自由散漫 好像就是有风度 这个呢 哎 稍微的那个什么一点 这个个人有个人的情况 好 刚好跟先生讲的时间到 我们也报个料 对跟先生这个 我跟先生绝对闲不住的 在办公室呢 他做的绝对不到 绝对不到三十分钟 肯定要站起来 跟大家讨论一下 今天的实施话 你错了三分钟啦 做不到三分钟 好 相应要告诉我们 有好消息 好 待会儿回来 大家帮你顾眼睛 顾健康 还有顾你的腰 因为有一个小东西 大家来帮忙 我们的工艺帮农 特别计划 要卖一个黑黑的 小小的 吃下去以后 你会 好害怕吗 待会儿见 好吃的 嗯 好 推荐好东西 不想让大家等太久 凤凰卫视和京东众筹 联手推出的 工艺帮农节目 大家来帮忙 今天第二十二期了 相应要不要揭晓是什么 当当 就是我手上这一罐 就是桑胜肝 现在人啊 你们是不是常常觉得 哎呀呀 身体健康 怎么有点不舒服 今天这个美味的食品呢 让你吃的真的会开心 会酸酸甜甜的 但是它有什么功效呢 其实就让你健健康康 看一下短片就知道了 仿神呢 是从每年的五月底称树到七月底结束 嗯 这个期间仿生的称书过程当中 是从一种绿色小绿色 慢慢变成红色 红色再变成了黑红色 黑色的世界口感是最佳了 我们这里是交通半岛最大的种植地 应该显得母亲拥有4000多亩 这里的仿生种植分三个品种 我这边就是我们用的四丁把 四丁把你仔细看它的叶面比较大 但是叶面比较大它叶子比较厚 我们叶子可以做茶 我们喝的嗓叶茶就是用这个叶子做出来的 嗓参这个东西比较佼佼 它的内运输时间很短 档铁熟了档铁必须马上摆载 不变运输 所以我们就做了第三产业 像我们加工的果酱 罐头 嗓参酒 嗓参饮饮料 这一系列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的嗓参盖 从这些的新鲜果子以后 经过水洗 杀菌 红配 就出了一系列的嗓参盖了 今年这个嗓参的产量呢 是往常年的好几倍的产量 因为今年是个丰盛年 雨水特别韵律 但是今年一碰到疫情 我们果内的可货订带呢 基本都不过来了 再加上果外这一块的订带呢 就却不出销了 我们不可能也得真的把我们的果子 却放在树上 却冷掉了 所以我们呢 努力把这些果子呢 充分加工了我们的产品 但是显得我们的产品呢 又出现严重的指教 确实有点这个难过很难度 希望大家能看到我们这个视频呢 希望你们能拿我们一把 帮我们渡过这个难关 其实我们在现场也有 对 他要让响应我们拿出来 或是实际上 因为我们刚刚看到的是外头包装嘛 其实我们来看看在手心上面 这个桑胜的 对对对 桑胜可以给大家看 就是桑胜干燥了以后的缩小版 对这样 他每个果实我们分开看 他还蛮 饱满的 对就一颗一颗很清楚 蛮饱满的 其实在手里呢 感觉起来呢 别看他小 他的这个功能还真不少 我们刚刚都尝了一块 我们直接在现场其实都试过 我刚刚吃了 对他就是很干燥 他没有另外附加糖 比加任何新加的 对对对 不是那么特浓重的那个味道 所以大家一般人吃都没问题 对 而且我告诉你这个东西 现在抗疫之中给你们强调 这个我给他概括 我看了刚刚看了 刚刚恶补了一下这个医学知识 第一 防癌 您说 第二 抗病毒 就是现在甭买什么病毒 什么新冠病毒 什么全包括 抗病毒 第三 抗衰老 两位很需要 第四 我呀 我无所谓 我从来就是 都这次 我还怕什么衰老 第四 你们那个特别女孩 有的磕破哪 就是她不好 好 伤口消炎 抗 溃疡 就这种伤口容易愈合 你看多好 我这四条基本都不需要 各位 这个医书都有云了 医书有记载 说这个桑之精华 尽在桑胜 因为它能够滋养甘胜 通血气 清虚火 那所以 一直被视作是 抗衰老圣品 自古代其实都是 甚至是御用的 御用的是 那我自己对桑胜 有非常大的好感 但是因为在香港 我们吃新鲜的果实 刚刚也说了 它这个保存不易 时间比较短 对 但是而且桑胜 在香港卖的比较贵 但是它对于 对于补血气来讲 我们会常常觉得说 挺好的 这个果实很好 这好东西 而且桑胜不只说 我们刚刚看到 它的健康以外 它还有孝道在里头 首先有人为它写诗 先从诗经看起 当中就有很多 关于桑胜的诗句 比如说 桑之未落 其夜沃若 鱼皆究息 无时桑胜 说百话文就是告诉大家 这班纠吃了桑胜 吃了之后就 好甜好醉 就掉到地板了 结果呢 掉到树下 就被人抓走了 你看桑胜多么好吃啊 可别贪多油 桑胜不但是一种美食 一种文化 有人说你买的桑胜 真的就进了孝道啊 因为24孝当中呢 有一个 食肾益气的故事 就是汉代少年 蔡顺 他与母亲相依为命 当时正食亡莽之乱 那又遇到饥荒 母子两人就走在树林里面 就妈妈真的饿了 儿子就说 妈妈你饿了怎么办 没东西吃啊 所以他就说 哎呀有桑胜 我就摘一摘 黑的吃起来好像比较甜 我要把它留给妈妈 他就寄了一堆是黑的 那红桑胜吃起来比较酸 他就留给自己啊 所以就装在 不同的篮子里面 结果妈妈吃了之后就说 哇真的儿子 你真的是很孝顺 我们一定要度过难关 赤梅君啊 他听到这样子的孝心 就怜悯了这一个 儿子的孝心 送给他们三朵大米 一头牛供奉母亲 感动感动 以桑胜冲击 有人问说 吃得饱吗 当然吃不饱 不过一定有营养的啦 这里要给大家科补一下 在民间有句俗话 四月桑胜赛人参 你不要看桑胜小小的身体 它蕴含了大大的能量 桑胜含的水量高达80% 而且营养含量非常高 有19种人体必须要的氨基酸 人体必须要的8种氨基酸 包括了桑胜里头就有7种 你是必须要的 比如说蛋白质花青素 还有白梨芦醇 矿物质微量的元素色 以及多元素的这种维生素 哇讲了 我觉得我今天要补一下 要吃两颗 那成熟的桑胜果子 非常的娇贵 十分容易爆浆 很容易就发霉 那只能在产地附近售卖 所以很多人不了解 甚至不知道桑胜这款水果 那因为桑胜的鲜果 不太好运输嘛 所以桑胜的加工产品 就出炉了 新鲜的桑胜摘下来之后 经过了清洗砂菌 低温烘焙 就变成了桑胜干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 扫一下尾码就可以拥有了 不止你时间来当零食吃 可以熬粥 或者是泡一些茶来喝 都是不错的选择 今年的雨水很丰沛 那桑胜是丰收年 但由于疫情影响 来修桑胜的外地客少了 加上这国外的疫情爆发 出口管道也断了 所以目前新安镇的桑胜 滞销很严重 大家等什么呢 扫一下我旁边这二维码 来帮帮这一些阿姨 还有当地的农民吧 30块钱两瓶桑胜干 做孝心 好大哦 这还可以泡茶也挺好 都可以的 可能是 因为这个口感比较清香 它没有那个特别浓厚的甜或酸什么的 不是那样 它已经干 就给做成干之后的感觉 还挺好 比如说我们平常泡泡茶习惯 比如说你如果要温润一点泡红茶 再加几颗桑胜干 其实也是一个方法 所以这下我们就知道 因为桑胜本身新鲜的果实 它的保存还有运输 所以也就是说 它平常我们市面上看到的单价比较高 但是现在用这么样的一个方式 把它保存更久之后 大家也可以希望在健康养生的需求上 做更好的运用 关键是我们刚刚看到想你介绍了 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真的需要大家来帮忙 在这个手中的这个桑胜干 我们可以帮帮农民 让他不要滞销 因为好东西滞销了真的是太遗憾了 对 而且他本身就有防病毒抗疫的功能 你看这不正好吗 对 是 而且帮你处理好了 你回家就可以吃 可以给爸爸妈妈 对 也好少事 扫下二维码 是的 扫下二维码 希望大家一起来帮忙 谢谢您的这个关注 那么这个时间 我们也与您一起转角看到爱 来看到辽宁的沈阳 有一间爱心食堂 里面有很多老年的志愿者 从60岁到75岁的高龄 日复一日 风雨无阻 为社区弱势的群体 来买菜煮饭 咱们食堂吧 一共是安排了七个月 这咱们也是个小地区嘛 大家非常和谐 不开日的原因 这家屋里能上这么多 我就买菜呀 我叫斯德吉 今年75周岁 到社区吧 已经15年有了 这多钱呢 一开始我也不想当志愿者 退休了 打打麻将 下来想起也挺好 后来一个客气 还得发挥点余热吧 然后就来到这个工艺食堂 一干的就是15年 你一上午来又不闲的 一直到中午 他这会儿不接 没有没有 也挺的 能干咱就干点吧 人家孩子都是说 要我爸要现得二心 对 坚持着不够啊 你俩这是不够的密码 唯需要方中员 做点事 累点心里也舒服 善心善得必有福报 我们今天也谢谢 大家的留言和收看 再次谢谢更新点评 谢谢 好 祝福大家万事喜乐 明天见了 拜拜 感谢观看